大家好,我是小花,欢迎来到你和我的阅读时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音频的话,可以帮我订阅分享,按赞下吧。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名字叫 《格局就是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过的人》 作者,读小判。 曾我判约,谋带事者手中格局。 什么是格局呢? 说,格局是一个人的眼光、胸襟、胆时等心理要素内在布局。 一个人的格局由他的学识、眼界和人格所决定。 学识拓展眼界,眼界决定格局。 而格局和人格影响人生的命运。 人生的历程就是不断塑造格局的过程。 作为格局就是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过的人。 首先来说一下读过的书。 听过这样一句话,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而不读书,尤其只有一种人生。 读书不止启迪了心灵,增长了智慧,还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 2007年,22岁的袁状标重新回到了国中的课堂上。 而在这之前,15岁那一年,因为父亲去世,他不得不放弃学外出打工,养活一家老小,资助年幼的弟弟上学。 在外打拼的日子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建筑工地上,他玩九万七里砖沙子,胶筑混凝土,修建铁路时,他常常以水泥和石头为半,一干就是一整天。 凭力气吃饭,凭身体养家,是他对生活最深的感触。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即使身处绝望,他从未忘记读书这件事。 为了从小工变成技术工,他还自学考取了汉工证。 生活的苦让他越发觉得,为了读书才是一条向上的攀登的,人生最好的路。 当弟弟如愿考上大学后,袁站标决定重返学校读书。 每天五点钟起床的他,雷打不动地开始读书学习。 在考虑高中后,他更是达到了废勤忘食的状态。 高考时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虑了华中科技大学, 毕业后被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入用。 读书成为了一个普通人逆袭的最佳阶级。 袁站标用自己的言行,生动诠释出一个人, 该如何在频繁苦难的生活里活出真正的自己。 二答案就是读书。 当你在读书中提升的能力,获得了真知, 并有了灵魂上的风影。 毛母曾说过,养成读书习惯, 也就是给自己营造一个几乎可以逃避生活中一切愁苦的庇护所。 有了庇护所,苦闷受伤时才有治愈的地方, 才要面对这慌乱事件时的强力后盾。 读书决定着人生最底层的构决。 当读书变成一种习惯, 你才能驱散烦恼与迷茫, 才有了应对苦难与挫折的力量。 而正是那些读过的书, 才普救出了你人生的阵徒。 再来说说走过的路。 每个人一生都要走许多的路, 从一个目的地前往另一个目的地, 有时候拧拧, 有时候平整, 可不论如何, 用脚步探索生活的悲喜, 用步伐丈量人生厚度的人, 脚在路上, 心才有了方向。 有这样一位90后的女孩, 她辞去了光鲜亮丽的主持人工作, 五年时间里, 从默默的无闻小白, 成长为作用千万粉丝的旅行博主。 她就是房琪, 旅行对她来讲, 不主是沿途清理的风景, 还要走过那些路上, 承载着温情故事与动人的传说。 房琪一年有超过300天都在旅行的途中, 每一次的旅途是一次冒险, 也是一次抵挡现役的盛宴, 带着我们一起探索人生的未知与美妙。 现实生活里, 忙碌与压力困扰着当下的许多人, 如果身心占了, 那不妨背起行囊去旅行吧。 在旅途中去体验不同生活的滋味, 感受无穷无尽的自然之美。 走的路多了, 心中的执念就少了, 人生的路不是走得越快越好, 而是懂得调整状态, 轻装上阵, 才能在下一个季日里重新认识自己。 在陈南旧事中说过, 走人生的路就像爬山一样, 看起来走了很多冤枉路, 崎岖的路, 但终会打到山顶。 一直在路上的人, 往往拥有着最土塑的人生智慧。 当你穿过你早知地就会明白, 人生的路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因为你走过的路增长了你的眼界, 也给了你坚守了信仰, 让我们在不断的求索中收获不一样的风险。 最后来说说遇过的人, 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 不是每个人都值得珍惜, 有的给你带来了温暖, 有的却只会给你让你心寒。 我们一生中无法预知会遇到谁, 但却在每一次相遇中丰富人生的乐理, 也涵养了我们的品格。 这位曾彻叉风云的乒乓球世界冠军, 邓亚萍的人运动生涯并非一方风水。 四年级, 邓亚萍得到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后, 便想要去审队学习, 可因为个子太矮, 他被无情地拒绝了。 这时, 教练李凤潮被他的球风和意志力所打动, 决定留下他。 艰苦的训练和外界的质疑, 曾让邓亚萍苦不堪言。 教练告诉他, 身高的缺陷可用脚来弥补, 只要步伐更快, 进攻够狠, 防守够稳, 就没有绝不住的球。 教练的支持与鼓励, 给了邓亚萍莫达的安慰, 也不断激励折他实现目标。 在顺利进入国家队后, 因为个子矮, 他曾被队友排挤, 不愿意与他搭档。 这时, 十任国家队的教练张歇林 狗当地换上了一名队友, 人员和技术的调整, 使邓亚萍成功赢得到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当你激历过风雨才会明白, 那些爱你的人, 给予你前进的力量, 而那些伤害你的人, 只要你学会了勇敢与宽恕。 人在低谷时, 我有吞下抱怨, 咽下委屈才能为大格局。 因为当你足够优秀时, 你才能遇见一个不需要取悦的人, 参念遇见一个同频率的人。 道圣和夫说过, 与优秀的人同行, 和靠谱的人共识, 与懂你的人相处, 才会走得更远。 那些遇到的人和事, 磨砺的心智, 也让我们修圆出一颗豁达和通透的心, 把生命中遇到的每个人, 都当作是自己的贵人, 里边拥有了处世的大格局。 格局是一个人, 对人生坐标的定位, 知识决定了内力, 眼界决定视野, 人脉决定方向。 那些读过的书, 那些走过的路, 那些遇到的人, 让我们不断打破自己的思考方式。 增长的见识, 拥有了更加快阔和胸襟与弃度, 塑造出了良好的品格与修养。 看过一句话, 心有的大格局者, 不应环境的不力而妄自菲薄, 不应能力的不足而自保自弃, 不应生活的不如意而润天尤人, 不应一点小事而挫折就一筹莫展, 不甘于碌碌无为。 人生在世, 没有人是一风风顺岛, 唯有在书中写取生活的养分, 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珍惜每一个遇到的人, 才能把生活过得热习腾腾, 熠熠生辉。 愿每一个人, 在世事繁杂中, 心怀大格局, 过好小日子。 这个时候突然想到那种一句话叫, 不吃生活的苦, 必吃, 不吃读书的苦, 必吃生活的苦。 现在有很多的人都不认为说读书是未来的出入的必须要的工具哦, 就觉得我想要早点出来工作赚钱养活自己, 然后不用顺手跟家里拿钱。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就是不要跟家里拿钱, 但是你义无所长, 没有一技之长, 没有任何可以让自己在这个世界立足的浓力, 要谈何不跟家里伸手拿钱。 甚至家里面的人愿意吃苦或很辛苦的供你念书, 就是为了让你以后过得更幸福, 让你小吃点苦, 让你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甚至是让你生活变得更好之后, 他们养老的时候会过得更好。 大家有的时候真的眼界这种东西会取决于你遇过的人, 走过的路跟读够的书。 有的时候你要说知识是改变生活的力量, 然后但是有很多人不赞同。 说真的, 现在有蛮多的就是, 其实大陆跟台湾有很多不同的点是, 大陆不是那种九年义无教育, 包括就是念高中是必须的, 或者是说大学是必须读的, 就是想要念大学的人越来越容易, 不像以前那么难哦。 可是台湾相比之下, 有一些是因为家庭因素没办法去读书, 要念夜小, 但是正常可以读书的人很多人都不愿意读书, 大家可能读完高中就没有再读了。 就觉得我可能就是可以做一些就是别的事情养活自己, 或者是说我可以自己赚钱自己花, 想怎么就怎么过哦。 那你说如果你有一技之长, 就是有一个技术能力可以傍身哦, 就是你的业务能力, 那你当然可以养活自己啊, 未来就算有新的变化, 那你也可以不断的经济, 但是现在人大部分的属于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 然后就觉得现在过得很好, 也没有考虑过未来, 因为社会在进步, 然后人类在发达, 你不觉得现在的很多网络怎么发达, 上面的文字也好, 有中文英文什么都有, 还有包括比如说像我们剪片子有很多的影片, 然后曾经有一个玩家在背后跟我们一个帮派人在说, 他说我拍的片子很蓝, 然后他拍的都比我好, 那他们就说那你拍啊, 可事情都没有拍, 我没有在觉得说这个剪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哦, 简单的剪辑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想要深入的去剪辑, 配上特效, 配上音乐, 配上什么东西, 这就需要很多的学习, 哪怕去上学, 或是自学, 这需要通过花费很大量的时间, 然后你看懂的字就会吗, 果不其然吧, 我这两天还在跟我们七个聊天哦, 我说我的剪辑软件一半是英文的, 一半是中文的, 就是我要找素材的时候啊, 要通过英文的部分才能收, 难道你打一个那个中文的, 然后去搜吗, 那是搜不到的啊, 所以呢, 就包括你现在玩的游戏, 里面有很多的按键, 就快捷键, 背包啊, 什么好感度啊, 攻击啊, 做起啊, 为什么按键会设定在机械上面, 除了一个固定的操作模式以外, 有每一个按键它都是有英文的代表的, 难道你没有发现吗, 所以我觉得, 知识决定内力眼界, 决定视野人脉决定方向, 啊,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话题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个部分大家真的要好好去思考它, 嗯, 学习是必然的, 就像你和我对这个时光是不停地在录的, 我在一边录的当中, 一般去提升自己的看法跟想法, 那演技的部分, 其实就跟我们的就是知识会有息息相关, 就是你看的是近的还是远的, 你看的是更长远的, 还是就是眼前的幸福, 那至于遇见的人, 其实我们遇到的很多人, 怎么讲呢, 我们, 我们其实遇到的很多人, 他们都是属于, 呃, 就好像, 我大学时候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 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 让我在未来的做人当中, 和生活当中, 跟待人节目当中, 我理解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或是说, 遇到相同事情的时候, 我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 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 不管你是玩游戏, 不管你是偷懒, 不管你怎么样, 就不管你做, 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 它一定会有让你有学习的地方的, 所以用心生活吧, 希望今天的音频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这会儿再见啦, 感谢观看